藍色衣服男子手持刀被警方團團包圍 还试图反抗不就范当场被压制 男子被反手上靠擒 就是下午五点多清洁队员轻运回收物品时 理性男子直接把垃圾往清洁队员丢 遭到提醒结果恼羞成怒 理性男子除了出言辱罵还返回住家拿西瓜刀 并拔刀攻击 警方派遣九名警力合力将该嫌逮捕 事发在台中市大甲区东安路 虽然后续没有人员伤亡 但全案依刑法妨害公务 毁损公务恐吓案诊办 相关为杨静献真台中采访的